只見騎士往前騎一段路 行進路口後突然在馬路邊停下來 因為他脖子被勒住了 頸部還留下紅紅勒痕 這就是被風箏線纏繞留下的痕跡 新竹一名陳先生 14號下午5點多騎車 準備前往南寮 行進東大陸以圈伏路口 忽然間有東西攻到頸部 痛到馬上把車停下來查看傷事 當時立刻回過頭去尋找 果然就看到平時 根本不會去注意到的風箏線 就怕出現下一個受害者 趕緊幫忙移除 陳先生如今還餘季有存 慶幸當時車速不快 才沒有造成更嚴重的傷害 馬路上車來車往 其實通常會靠馬路邊騎 這回卻因為有風箏線 勾到電線桿上 襲擊路過的騎士 險些釀神漢事 但這風箏線從哪裡來 不得而知 而陳先生更納悶的是 像抽倉醫藥費到底該找誰 真的幸好只是小擦傷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TVB新聞 陳世民調組長新竹採訪報導